最近一部新版流星花园 一上一就被网友吐槽 而剧中的女主动山菜 长相身材 也是被网友们纷纷吐槽 真的是前无古人 后无历史的难看 但是这也应了剧中的要求 中山在这个角色就是扮演丑的 没有身材 没有背景 没有长相 这才符合剧中的要求 但是剧中的男主角很帅气英俊 因而受到了很多迷妹们的喜爱 接下来让小编带你去了解一下 随着剧情的更新 越来越多的粉丝们想去 了解男主当名次的剧情 但是最近的剧情中 有一个很大的看点 周才那去听音乐会 美作也去了 两个人位置是紧挨着的 于是周才那很是惊讶 但是位置在一起 是美作特意安排的 这样每次就可以与女神周采纳坐在一起 近距离的欣赏女神的美丽 美作很是开心 但是周采纳并不知道 这是美作的精心安排 但是当周采纳找自己的位置坐下时 身边看到了美作 内心很是惊讶 就问她为什么也跟自己坐在一起 美作告诉周采纳自己选的位置 一个人来听音乐会 当周采纳闭上眼睛认真 当聆听这场音乐时 她内心很是享受 但是当周采纳闭上眼睛时 观众们就看到周采纳右边眼睛 贴了一个双眼皮贴 这一点很是零人 而周采纳闭上眼睛 时还有一个大大的特写 近距离的她贴着双眼皮贴 很是难看 这种强忍的画面 真的令观众们厌恶 本来是一场音乐会 见证了一对美好的恋情 但是导演却让观众们看到了 尴尬的一幕 哎 没有办法 这部剧被吐槽无数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这部新剧中 原本最大的看点 就是道明思与董山菜相恋的剧情 董山菜有着呆萌不变的性格 而道明寺是霸道蛮狠的模样 于是这两个人一见面就互相 这也是剧情上半部分 男女主角相处的模式 而剩下的F4成员中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 现在的剧情中 出现周采纳这个人物 令美作的生活都变得不一样 美作被她深深的吸引 于是美作就想尽各种办法来制造机会 以此来引起周采纳的注意力 而花的泪和西门还没有心爱的人 小编想剧情很快 就会让他们两个有新的女友了 图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